你好 今天老胡给大家分享 油管的一个短片功能更新 这更新看起来挺小 但是我认为如果你使用得当的话 能够帮助你显著的改善 你的短片的点击率问题 短片有什么点击率 你不看到就滑过去吗 就是你在油管后台里 看到有一个数据报告讲 你这个短片有多少人选择观看 那个就是我把它叫做短片的点击率 实际上就是说 它在刷的过程当中 它选择停留下来 看你的视频数秒 几秒不太清楚 可能是三秒 那么就证明它看了你这个短片 就这个意思 今天这个功能就能够帮助你 让观众最少让它停留三秒 好 是个什么功能呢 大家现在看见我这个屏幕 这个就是浏览器的页面 这个是我的手机的投屏 大家注意看 就是这个功能 会显示一个叫做投票这样一个功能 他在这边问 我今天跟你讲这个东西有没有帮助 有 没有 你可以看可以投票 这个投票 你看现在这个人的这个视频 已经有1500票 注意看同样这个视频 我在这个电脑上面看 零票 啥意思 这个东西只能在手机上面操作 手机上面可以投票 手机上可以看到投票的结果 电脑上现在不行 好 你讲这样一个投票的功能 它是怎么样加上去的呢 看 就是正常的你创建一个短片 短片创建的话 可以是你自己拍摄 你也可以从你的那个相册里头选择一个 然后到这一步 会出现一个叫加贴纸 贴纸是老早就有这个功能 那今天这个投票这个功能 它就放在这个贴纸里面 所以你选择这个贴纸 然后这底下就出现了一个这个投票 当你点它的时候 就出现了这个投票的这样一个贴纸 在你的这个画面上面 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编辑你这个投票这个问题 以及回答 然后你正常的去发布这个视频的话 大家就会看到画面上 出现这样一个投票的选项 注意这是一个贴纸 贴纸的处理意味着什么 你可以移动 你可以变大小 你可以把它旋转 大家看到这个人的演示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投票的贴纸进行了旋转 并且一部分还跑到画面外面去了 好这功能非常简单 观众在刷到这个短片的时候 他会注意到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贴纸 这个贴纸你可以跟他互动 注意看 你看我如果选择这个否 我点他的时候看到了 他就选中这个 我点他呢 你看 大家看这个是电脑上面的 就没有这个操作 你看 没有办法操作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从电脑端 它显示的也是零 我不确定他这个功能将来 会不会把它带到这个电脑端来 但是目前只是在手机端 可以进行这样一个操作 你就注意到我在片头的时候讲了 这个小小的功能的增加 如果你利用恰当的话 能够帮助你提高短片的点距离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首先这样一个奇怪的新鲜的东西就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对吧 而且在画面上的一个互动的元素 我们讲什么叫做互动 你可以点他 这就是互动 像这个点赞啊 转发这些东西都属于互动的这样一个按钮 那这个是一个新鲜的东西 所以观众会停留 你问的是什么问题 有多少人投了票 投票的结果是什么 就这样一个画面的元素 如果你这个问题问的好玩 然后这个提供的答案的选项也非常有趣 也许这个观众刷到这个短片的时候 他就会停留在这样一个投票上面 这样很容易就是几秒钟就过去了 所以结果就会导致这个视频的点击率和完播会同步的上升 你可别小看这一点点上升 每一个人来多待几秒钟 你就有机会打败可能其他几十万或者几百万个短片 从而获得更多的推荐 所以对于那些做短片的同学 这个功能赶紧去试试 看看有没有实际的效果 这就是老胡今天的分享 谢谢 再见